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调查人员发现美国是在丹麦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 在海底互联网电缆上使用丹麦的窃听系统 丹麦还在哥本哈根以南的阿麦厄岛上建立了一个数据中心 监听监视的对象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德国总统施纳尹麦尔等等 这个事儿一下子就引爆了欧洲政坛 尤其是作为欧盟核心的得法是气的不得了 5月3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新闻发布会上要求美国和丹麦就监听事件做出解释 他们说这在盟国之间是不可接受的 在欧盟间更是如此 这事儿是个实锤 美国在全球各国都造谣使用华为5G技术和设备不安全 尤其是对欧洲各国施加压力 不许欧洲国家用华为 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 美国要监听欧盟国家 当然不许他们用华为了 因为用了华为就没办法继续监听了 这个事儿再一次证明 美国造谣中国的都是美国自己曾经干过的事情 截止到目前为止 美国国家安全局目前仍拒绝回应这件事情 6月11日拜登就要去英国参加G7领导人峰会了 如今这个节骨眼爆出美国丹麦合作 监听欧洲盟友国家 当然会对美欧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拜登心心念念要在这次G7会议上 组建民主国家联盟来对付中国的外交战略 也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看了一圈各平台我们网友的评论 很多网友都评论 美国又不是第一次坚定欧洲国家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乖的吗 也有很多人说 欧盟国家本来就听美国的受制于美国 再不高兴又能怎么样呢 美国对欧洲也淡过不少缺德事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我们来仔细的捋一捋这个事 或许可以从一些细节来推敲 现在的欧盟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美国在冷静门事件之后 又被石锤再一次监听欧洲国家 我们从时间线来看 丹麦媒体说的很清楚 根据丹麦国防情报局从2015年开始的一项内部调查 在2012年至2014年间 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的信息电缆 对瑞典、挪威、法国和德国的高级官员进行监听 所以其实这事基本上可以确定 就是斯诺登在2013年爆料的冷静门事件 而且这一次是丹麦国防情报局自己的内部调查 承认和美国合作监听盟友 这美国想甩锅给斯诺登都甩不掉 美国监听欧洲盟友 无论德法是真的很生气 要把事情闹大 还是假生气装装样子 最后不了了之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欧关系 那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 丹麦国家广播公司爆料这个事 是丹麦美国友谊的小船翻了吗 在默克尔和马克龙要求美国丹麦做出解释后 美国没有回应 但丹麦回应了 丹麦国防大臣布拉姆森说 对亲密谋友进行系统性监听是不可接受的 听上去很乖是不是 丹麦帮美国监听欧洲国家 在这个事里是个加害人的角色 怎么又是自己爆料实锤 又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好像丹麦美国友谊的小船真的翻了 但还真不是 这个事大概率是丹麦内部出现了政治斗争 我们仔细看一些细节 在2020年8月 丹麦国防情报局局长和三名官员 曾因有严重不当行为被停职 丹麦政府在去年表示 将根据举报人报告的信息 对此事展开调查 有关调查预计2021年晚些时候结束 而丹麦国家广告公司的爆料 美国和丹麦合作监听欧洲盟友 信息来源是由9名未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 这9个人是谁呢 知道这个事能出示一定证据向媒体证明的 要么就是调查这件事情的丹麦国防情报局工作人员 要么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信息的丹麦政府工作人员 从这两个细节推断 丹麦国防情报局出现的政治斗争 人事斗争可能有人很不满意调查结果的走向 干脆给媒体爆网料 把事情弄大之后 配合美国坚定盟友时间段的丹麦国防情报局负责人 一定会被迫结束政治生涯的 所以这真不是丹麦主动打扮了和美国友谊的小船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事情闹大了 德国法国是真生气还是假装生气呢 这事会不会影响未来的美欧关系呢 我个人认为 其实德国法国是假装生气 目的是接下来在6月11日开始的G7领导人峰会中 以及接下来的北约峰会里 为德国法国为欧盟争取一些利益 利用这件事情换取拜登在一些议题上的妥协 我们还是从一些细节来看 事情闹大之后 第一时间各方相关是什么反应 德国总理发言人拒绝置评 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则拒绝评论 丹麦国防情报局发言人也拒绝置评 我个人认为 事发第一天的5月30日 德法之间是有沟通这件事情的 毕竟这事就是以前的棱进门事件 作为欧盟核心的德国法国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取得共识 于是我们看到在事发第二天的5月31日 穆克尔马克龙视频会议要求美国和丹麦做出解释 美国没有回应 而丹麦国防大臣回应说 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性监听是不可接受的 穆克尔称丹麦政府丹麦国防大臣的表态让他感到放心 这不仅可以澄清事实 也是建立互信的良好基础 穆克尔这番表态可以说 轻描淡写把丹麦帮助美国监听的问题轻轻放过 我想我们很多网友一定会觉得很无语 被盟友监听这种事情居然准备也大事化小不了了之了 但我个人认为 穆克尔表态轻轻放过丹麦并不代表对拜登也是如此 德法领导人开视频会议直接要求美国解释 这是摆明了向拜登要价 我们说说欧盟是什么情况 德国法国是欧盟的核心 这两个国家都是希望把欧盟做大的 德法两国的目标是扩大欧盟各方面影响力的同时 增强自身对欧盟的领导力 同时减少欧盟对美国的依赖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在国际政治上都有求于美国 所以我们能看到当拜登主动表态希望弥补川普造成的美欧分歧时 德法两国都很快向拜登靠拢 丹麦帮助美国监听欧盟国家作为被害者 德法两国当然会趁机向拜登要求美国让出一些利益 假装很生气换取美国在一些政治议题上进行妥协 我们中国很多网友在最近都对欧盟还失望 原本迅速走进的中欧关系 因为欧盟配合美国造谣新疆 因为欧盟在香港事务里的一些表态和制裁行为 搞得中欧投资协定都暂停了 中欧关系也陷入了低谷 但就全球政治格局来说 欧盟还是很重要的 中美竞争都需要拉住欧盟 目前我们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是僵硬些 但不代表我们应该放弃中欧关系 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 来描述一下中美欧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好比大唐 美国好比突厥和吐蕃 欧盟的角色是什么呢 他们是五姓期望门法世家 欧盟单独看其中一个一个的国家并不强 就像五姓期望门法世家里单独一个世家一样 并不值得大唐突厥吐蕃重点关注 但当五姓期望门法世家团结起来 作为整体来看 中国和美国就真的要拉出欧盟 欧盟这个五姓期望门法世家集团 不仅和大唐做生意 同时也和突厥吐蕃做生意 如果我们将欧盟这个五姓期望门法世家集团 按照角色分成三类来看 里面最强的是德法 德法有两个需求点 一个是做大欧盟 一个是欧盟必须团结 这样德法才能发挥出远超本身国家的力量 而其他的门法世家一部分和我们大唐更好一些 一部分和美国这个突厥吐蕃更好一些 这段时间中欧关系进入低谷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德法更看重和突厥吐蕃的声音 另一方面那些小世家里面 比如捷克波兰瑞典等等 对中国屡屡发慢 他们在拖着欧盟往美国身上靠 但我们要把握本质 对我们中国来说 希望有一天中国和德法的关系 与美国和他们的关系是一样的 这是不现实的 我们中国可以争取的是一方面 希望德法扩大在欧盟的领导力 减少突厥吐蕃的美国对这些小世家的影响力 这对中国有利 同时也符合德法的利益 与此同时要拉住小世家里和我们中国关系好的 比如匈牙利希腊这些国家 希望他们在欧盟议会不发挥作用 德法因为要团结欧盟 就必须平衡好和中国好的 以及和美国好的这两个派别的小世家 而平衡局面就等于欧盟不会完全倒向美国 平衡局面对我们中国就是有利的 所以丹麦帮助美国监听欧洲盟友这个事出来以后 真的很好 这对我们中国很有利的 德国法国假装生气 我们也不要嘲讽他们 虽然不指望这次的监听门能使美国出现多大的损失 但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真的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拜登执政美国之后在各种场合都民事暗示说中国是美国和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美国监听欧洲国家无视隐私权违反人权 这还都发生在拜登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的时期之内 到底谁才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呢 毫无疑问是美国 说起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这个话题 不得不再提一次丹麦 拜登不是总说中国俄罗斯是美国和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吗 前两天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拜登又说了一遍 丹麦可能是想给拜登做求 在5月初他们公布了一份丹麦智库民主联盟基金会做的调研 在访问了全球50多个国家5万名世界各地的人民之后 近44%的调研对象担心 美国会危及到他们所在国家的民主 全球人民近半公认 美国才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面对这么扎心的调研结果 希望拜登在和普京见面的时候 依然保持身体健康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